各位同学大家好,上一节我讲到了如何把续期的令牌写到响应里边,在示意图上面有三个加挖类等待我们去创建,分别是filter类,alp切面类,以及thread local token类。 其中的thread local token类最简单,它是在filter和alp切面之间传递数据的媒介类,而且这个媒介类里边只是要定义thread local变量就够了。 这节课咱们就把这个媒介类给创建一下吧。 各位同学,我现在打开了手册文档,因为这节课的任务非常简单,所以我就免去了切换到思维导图上面给大家讲解任务清单,我就直接对着这个手册文档来讲一下这节课咱们要创建的加挖类吧。 这一集视频对应手册的内容是第二章的第十三小节,咱们是需要去创建一个媒介类,这个媒介类叫做thread local token,当然了,这个媒介类的名字是我自定义的,你定义成其他的名字也是无所谓的。 咱们呢是找到config这个package,然后里边有一个希罗package,那我就是把这个媒介类定义到希罗这个package里边就行了。 同学们,一会儿我们去把这个加挖类给创建一下,那么创建加挖类呢非常的简单,这个加挖类将来是别的加挖类是需要使用的,对不对? 比如说filter类要使用,还有就是lp切面类要用的这个媒介类,在这儿我就加上一个tread component的注解,在sprint框架的其他加挖类里边,就可以获得咱们这个媒介类的引用。 在这个媒介类里边,我们是要定义一个变量,比如说这个变量必须的是thread local类型的。 我把这个变量私有,然后给这个变量起名字叫做local,接下来呢就是new对象,这个没啥可说的。 thread local我们在读写数据的时候,提供了side的方法,还有这个guide的方法,因为我们是要往这个thread local里保存刷新以后的令牌嘛。 所以呢我去封装一下local.guide的方法,还有这个local.side的方法,我也做一下封装。 比如说我们要往这个thread local里边保存令牌的时候,在这儿呢我就写一个side的方法,接收的参数就是token。 那么你把刷新之后的令牌传进来,然后把这个令牌就保存到thread local里边,调的是它的这个side的方法。 比如说我们要从thread local里边去获得令牌的话,那在这儿呢我写了一个get token方法,里边的内容也非常简单。 从thread local里边获得绑定的数据,绑定的数据当初我存的是字母串,所以在这儿取出来以后,我强转成字母串,并且返回这个token就行了。 接下来如果说我想清空这个thread local里边的内容怎么办呢? 没关系,我再去写一个clear方法,然后这个方法的内容也非常简单,那就把thread local里边绑定的数据就给清空了。 好了同学们,这个加完类它的内容非常的简单,接下来咱们就把这个媒介类给创建一下吧。 各位同学,我现在切换到idea工具上面了,接下来呢咱们把这个媒介类给创建一下。 我找到希罗这个package,点击右键,我们新建一个加完类。 这个加完类的名字,比如说就叫thread local token,好了,那么我就把这个加完类创建出来。 这个加完类的名字是可以随便定义的,无所谓的,也不需要去继承什么负类。 接下来呢咱们赶紧给它加上component注解,对就是这个注解。 然后呢我们去声明私有变量吧,比如说在这定义一个变量,它的类型必须是thread local。 这个范形呢我们也可以写一下,比如说这块呢是strain对吧,然后是thread local变量的名字。 接下来呢我们去new一个thread local对象,好嘞,这个thread local就创建出来了。 接下来呢我是把这个存取令牌给封装成具体的方法,这样呢我们用起来thread local就更加的简单了,对不对? 比如说我先定一个set方法,比如说public,然后呢是wide,方法的名字叫做set token。 好嘞,它的这个参数我还需要再定一下,传入一个字无串的令牌,在这呢是token。 好嘞,接下来我们就是往这个thread local里边保存数据了,借助于local这个变量,我们去调一下set方法,把token传进去就行了。 这个呢是写了一下set方法,对应的get方法,咱们是不是也要定一下呢? 对,在这呢是public,返回的是streen,在这呢是get token,是不需要加任何参数的,咱们呢写一下return语句,就是local.get,好嘞,因为这个thread local的范形,我是规定成streen了,所以在这提取出来的令牌也是streen类型的,不需要我们强制做数字类型转换。 那么最后我们去写一个clear方法,在这呢是public,然后是y的,这个方法的名字叫做clear,好嘞,这个方法的内容就是local.remove,就是把绑定的数据删掉就行了。 这样子呢我们就算是把这个java类给创建完了。 好了同学们,你把这个java类给创建一下吧。 好嘞,好嘞,好嘞,好嘞。